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Ariel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跟我家人 我们刚刚从新加坡回来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现在在酒店里面隔离 今天是第九天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带了什么NOWISE的产品一起过来 然后他们怎么样在我隔离的期间里面帮助我 首先我要分享的是这个Envirocloth 它是一片小片的Envirocloth 就是16x16cm大小的Envirocloth 然后我平时呢在家里在厕所里面 骂墙壁啊或者就是洗手台那些都是骂脏的东西 马桶我偶尔也是会用它来骂那些马桶盖 所以它算是骂比较骂脏的东西的 然后我在酒店呢我怎么使用它 我就当它是干干的时候还没去弄湿它 我就用我的脚就放在地上我拿来骂地 因为酒店的地呢有很多头发 还有很多的灰尘 然后我就会用干的这块先骂一遍 它就会把很多的灰尘还有头发 全部都可以骂上来 就是它会好像那个万杰林 我们常常会用的万杰林 它会好像有一点那个它会有一点静电 因为Envirocluff的那个线维是非常密的 所以它在干的时候是可以产生一点静电 然后就可以很有效的把灰尘头发给吸附在上面 然后我用完干的骂了一遍过后呢 我就会把它把那些毛全部都丢掉 然后冲水洗干净过后 试用我会再骂地骂多一遍 所以地上就会很干净 第二个产品呢就是这片大片的Envirocloth 大片的Envirocloth 在酒店的时候我就骂厕所的洗手台 跟酒店房间里面的桌面 就是洗手台我会骂一遍才使用 还有就是厕所的墙壁 因为我要挂那个bodycloth 我也会骂一遍就确保它是那些墙壁跟那个洗手台 还有桌面都是干净的 Noise的Microfiber都是有能力把表面的细菌 99%的细菌给骂走的 所以我就用它来把我的房间跟厕所的桌面 还有墙壁骂干净 骂干净后才会比较心安的去使用 然后呢我身上也有带了这个Countercloth 这个Countercloth我最近才开始使用它 然后这次我带把它带来酒店呢 我就把它当成是抹桌布 就是抹我们餐桌的布 所以它很小片 然后很节省空间 就是因为我们餐桌 其实才小小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咖啡桌而已 所以那个布如果太大片的话 是我就不知道要放在哪里 所以这个我们折起来的时候 它可以这样子用或者是这样子折起来 抹桌子都非常容易 然后我非常喜欢它的编织 它的编织跟平常的Countercloth有点不一样 还有Angron Cloth也是不一样 它会比较比Countercloth厚一点 然后但是它的形状非常的特别 然后非常的容易去使用它 再来呢就是Food and Veggie Scrub Cloth 这个我会想到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使用它 因为只要在你要吃水果或者是蔬菜的话 你其实只需要清水 然后用这个布抹一抹就能够把水果和蔬菜的表面上面的细菌跟农药给抹走 所以我就决定带上它 因为我知道我们在酒店里面一定会吃水果 然后要怎么样很方便的去清理水果呢 就是用这个Food and Scrub Cloth 所以苹果我们都是连皮一起吃 因为我们没有刀 然后我们就会连皮一起吃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对我帮助很大 然后我的妈妈跟朋友们呢 他们都有带一些的葡萄过来 所以葡萄我也是会用它一粒一粒的来清洗 然后这段期间我们也吃了很多其他水果 比如说香蕉,Kiwi,Jumbu Jumbu也是连皮一起吃的 然后其他的水果比如橙,Kiwi,还有香蕉的话 是没有连皮 但是我还是会习惯就是洗一洗 用这块布洗一洗 这样因为我们手要拔皮嘛 所以那个手也是会摸到里面的肉再来吃 所以因为我有小孩 所以我在这方面上面我都会比较注意一点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能够带它一起过来 再来呢这样产品呢不是我从新加坡带回来的 这产品是我在新山的时候我就叫我的妈妈她从她的家里带过来的 这片是Dish Mat 它是这样子打开来然后放在桌面上 然后你有湿的任何的餐具洗过的 你就可以放在上面晾干 它是非常吸水的 它可以吸的水量呢是它重量的两倍 如果你有Dish Mat的话它有两面 正面是外面 是这样毛毛的 然后另外一面是这样的 它是Mesh的 所以呢 你是哪一面要放在桌面上的 是这样 然后你就把跌跌弯弯放在这个的上面 所以吸水 这个Mesh的这个布料呢 它能够吸水 它也能够通风 所以你的东西放在上面它是可以很快干的 所以因为在酒店我前面几天我没有它的时候 我把那些盘碗杯子洗上来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放在哪里 然后 所以我就特地叫我妈妈她送其他东西来的时候 也顺便把这个带过来 让我可以使用